哈啰 大家好 已經快要忘記出國是怎麼一回事的YA 這一次想透過回顧之前美好的旅行 一解憂愁啊 來跟著我們一起再次飛往日本吧 這是一間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美食店 它除了有各種精緻口味的飯糰之外呢 味噌湯也讓早晨的味濟幸福又舒服的醒來啊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朋友都非常的合胃口 這一間排起常常隊伍的烏龍麵店呢 不只店內的裝潢豪氣 連烏龍麵的碗都大氣都不行啊 氣氛加而且座位的隱密性也很不錯 不管是烏龍麵還是炸物都很讓人懷念 雷門色的有名點心 想要吃的話還必須要排隊喔 酥脆的菠蘿麵包呢單吃就非常的美味 如果想再多一味的話呢 要選擇加入冰淇淋的款式也非常讚 就當我們大肆購物完 在街邊徘徊著找食物的我們啊 剛好非常想大口吃肉 馬上呢我們就隨機進入一間感覺很對味的烤肉店 一家人呢一起吃肉乾杯的興奮感都突出一幕了 清爽風格的柚子鹽拉麵呢 讓拉麵多了一份自然的香味 而且它吃起來沒有負擔 油膩感也大大降低 店裡面呢位置不多 客人也是絡意不絕 完全沒有間斷 再自由一隻秋走累了 就馬上帶媽媽到古色古香的抹茶專賣店 不管是飲料還是點心啊 搭配這個日式庭園和愜意的氛圍 都會讓人享受到最舒適又很美好的午後時間 還記得這裡是當時我們日本旅遊的最終亮點啊 排隊排到快腿一段的我們呢 終於是第一次吃到了所謂的炸牛排 每一個人啊都有一個小鐵盤 所以自己的牛排自己炸 這樣的美味啊 讓我們忘記等待還有旅途的所有疲憊感 這是非常愜意又很有春意的公園 它占地很廣 有美術館也有動物園 而我們來的這個時間呢 剛好櫻花盛開中 在這其中走走跳跳 超級輕鬆快樂的啊 來到雷門寺呢 當然不免俗 也要穿個和服 或是抽個籤啦 那不管籤運如何啊 都虔誠來求個平安 是一定要的 前往台場的庫炫方式啊 就是要搭上這個科技感十足的水上巴士啦 在船上呢 可以吃點小點心啊 或是看看河岸的景色 當然也可以到甲板上透風拍拍美照喔 這個巨型鋼彈啊 真的是廣場上最吸叮的存在 要和它自拍啊也很不簡單 那來到這裡呢 當然也要扭個蛋再離開啦 每到日本肯定是要清算一下 收穫了多少的扭蛋啊 讓人目目轉睛的大張戶 時代裝潢 你穿著浴衣進入之後啊 就好像是真的到了熱鬧的廟會 除了溫泉及點心以外呢 也別忘記要玩一把這裡的遊戲機啊 你穿著浴衣進入之後 位於江之殿蓮倉高校站附近的平交道呢 就是小時候大家記憶中灌籃高手的平交道啊 我們找好角度往海岸線拍 永遠會記得這一個圓夢的瞬間 但事後拍的時候不要忘記 一定要小心車輛 也不要隱藏到周圍的住民 非常瞬為的大佛 是老媽一直想來的景點 遠觀和實際近看呢 會有不同的震撼感 而且呢你也能進入大佛的內部走一走喔 是一個可以讓人身心靈都感覺到非常平靜的景點 這裡是我們旅途的一大重點啊 不論是沿途的商店街啊 還是美味的蚊仔魚都讓人毀滅無窮 這是布拉提啦 最後呢我們再走到江島神社來做參拜 美食和美景全部包下來 是一個非常知回票價的一日遊行城 我們到戴觀山呢 一定要來走一回設計感十足的時尚書店 它不只有許多藏書啊 也有一些獨特的設計產品 要個愜意的早晨來走一走 是很不錯的選擇喔 想當初要來這邊呢 需要大費周章的抽號碼牌 還要再等一兩個小時才可以進入耶 但是旗艦店高規格的設計呢 以及充滿咖啡廂的氛圍 還有限定商品在等著你 來踩個點絕對不快喔 不管在哪裡都要進行蓋裝行動的 在地下街也找到了TN的據點啊 這一個呢是旅途最棒的紀念 它除了點心伴手禮之外 當然是要充實我的幾張本啊 透過回顧旅行的美好 來緩解一下不能出遊的浮躁心情 趁這段時間好好計劃 下一段美好旅行也是一個很不錯的辦法喔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留言給我們 下次見啦 掰掰